今年美東地區或將迎來最炒的夏天 從五月開始 每十七年初末一次的周期產席捲而來 今年預計有十億隻金蟬大軍破土而出 不過與此同時 一些餐廳也相繼推出了特色菜單 一起去看看 在沉睡十七年後 北美地區特有的周期產再次蘇醒 紛紛破土而出 而嗅覺敏銳的廚師也開始了採摘工作 主廚托拜西帕多瓦在弗吉尼亞郊區 發現了這些到處攀爬的食材 他認為捕捉昆蟲入菜 比飼養肉牛來得更為環保健康 草的新鮮 新鮮 今年從五月開始 將有十億隻周期產席捲紐約 新澤西 賓州等15個州 以及華盛頓特區 此次被命名為第十群的十七年蟬 擁有紅色的眼睛 通體深黑 配有橘紅色的翅膀 蟬的幼蟲也被稱為枝料猴 在中國北方也是一種民間小吃 可以油炸或燒烤 酥脆鮮香 而主廚帕多瓦先用沸水 將枝料煮熟後 再放入烤箱烘烤 上菜前還需要用洋蔥和大蒜翻炒 我們有紫蘭炸烤 少許的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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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金蟬大軍襲來 不少顧客紛紛預定了相關餐點 還有顧客表示 不想再等十七年 才能嘗到金蟬的味道 雄蟬為了吸引磁蟬交配會不斷鳴叫 有專家指出 蟬名可以高達九分貝或者更高 可以想像今年夏天 將是今年來最吵的一年